如何在四五十万的价位 在APP这里想买到一台车长超有5米的大6座SV这台奥迪Q6应该是唯一的选择 我们这期视频就来聊了这台车它到底该怎么选 奥迪Q6全新售价46.76万到56.66万 外观有飞汽套装和雨林套装两种 有2.0T和2.5T两种排量 有6座和7座可选 那么机款配置这里该怎么选呢 先说外观 如果是飞汽套装的话 它的前脸是熏黑的网格状设计 全身上下大量的细节也进行了熏黑 整车更加显出凌厉动感的气质 而我身边这台是它的雨林套装版 采用了纵向排布的蜂窝状格栓 加上密银色的试条 再加上这种低饱和度的车色 整车更显出了典雅奢华的气质 一种奢雅 一种运动 两种不同的风格 适应不同的人群 在动力和驾驶方面 这台车是提供2.0T的低功 高功和2.5T三种动力 2.0T的低功分别是170千瓦和195千瓦 2.5T最大220千瓦 峰值500牛米 加速时间三种动力分别对应的是8.8秒 7.8秒和7.3秒 我们这台车配置的就是2.5T的VR6发动机 虽然是台V6机 但是它的体积非常的紧凑集成 而且是采用了横置布局 因此它的适配车型是非常广的 而且也给这台车的车内留出了足够的成员参空间 那么从价格来看 从46.76到53.56提供2.0T 从55.86到56.66万提供2.5T 它的外观全系标配的配置有全RED矩阵大灯 贯穿式尾灯 投影式刹车灯 全景天窗 电尾门 无钥匙进入 以及后视镜的倒车下班和锁车自动折叠 这些是在外观上能看到的全系标配的配置 在车内全系标配的有三块屏的组合 主副架的多项电调节 持扬声器的音响 以及它起步就是真皮座椅 起步就是三排七座 以及全系标配Quattro四驱 在我看来 这台车最大的优势和特色就是它是大六座车型 如果要买这个车的话 一定推荐买六座 如果选40TFSI这套动力的话 48.76万的关云型雨林套装个人比较推荐 六座设计 二排独立行程座椅 加热通风按摩 以多项电条都是一应俱全的 如果选45TFSI 那就是奇云型的雨林套装 或者奇云型的飞奇套装 指导价52.76或者53.56万 如果要上到50TFSI指导价就要上到55.86和56.66万 这时候它的动力不仅给到了2.0T 而且全速自信循航等等这些高阶的智能驾驶也全部给到了 此外 官方还给出了更加个性化的黑武士版本 总的来说 物以西威贵 在四五十万级的价位 想买一台大六座的豪华SUV 在APP这里面 这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更信赖传统豪华品牌的做工 品质和信誉 以及售后的服务 那么这一台奥迪Q6或许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余 你好急 一下 好